第1331章期的《晶空之中》 叶玄与慕念念慢慢地走着 两人就是简单地唠嗑 其实 大多时候都是慕念念在说 慕念念与叶玄诉说着 五维宇宙从诞生初期到现在的一些秘文趣事 其中也说到了 他是如何地开始修炼的 叶玄则是听得津津有味 慕念念的一声 其实也很传奇 要知道 他当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天道 是五维宇宙人逆天的对象 两人这一唠嗑足唠了半日 叶玄与慕念念分别后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他掌心摊开 书屋出现在他手中 这就是先知留下来的书屋 而刚才 念姐将这书屋给了他 以他现在的实力 已经能够开启 叶玄拿出借玉塔 他看向书屋 你再给老子说实力不够 老子打死你 说完 他并指一点 借玉塔直接没入书屋 沉寂一瞬 空 一股强大气息突然自书屋之中爆发开来 很快 一道白光突然涌出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走进那片白光之中 进入白光之后 叶玄来到了一座书屋之中 在他四周 全部是书架 这些书架之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籍 这就是书屋 叶玄看了一眼四周 这时他看向面前不远处 那里有一个书桌 在书桌上摆放着一圈卷轴 叶玄走到书桌前 他拿起那卷卷轴 到今 盾一卷 叶玄打开卷轴 一段熟悉的字出现在他眼中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盾一卷 叶玄收起盾一卷 他看了一眼四周 先知不是说过这里面有一物很危险吗 怎么没有呢 就在这时 某座书柜突然颤动起来 叶玄看向那座书柜 他打亮了一眼那书柜 然后道 你要出来吗 这时 那书柜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一个小葫芦飘了出来 叶玄看着小葫芦 心中暗暗戒备着 先知可是说过的 这很危险 脚葫芦一阵摇摆后 很快 里面突然传出一道声音 你是先知 不对 你不是 声音有些稚嫩 分不清男女 叶玄眨了眨眼 你是谁 脚葫芦道 我乃葫芦大仙 葫芦大仙 叶玄眉头微皱 没听过啊 无知 那声音怒道 我乃婆娑世界第一神祭乾坤葫芦 婆娑世界 闻言 叶玄眼皮一跳 妈的 这是一个坑 这是叶玄第一感觉 自己怎么招惹上阴间的 就是三生啊 这三生就是阴间第一神物啊 现在又来个乾坤葫芦 婆娑世界第一神器 妈的 难道自己又要跟婆娑世界刚上 这么玩意 老子不要 叶玄连忙道 葫芦大仙 你怎么这里啊 葫芦大仙冷声道 先知说这个世界好玩 然后他把我带出来了 被先知忽悠了 叶玄嘴角未抽 他犹豫了下 然后道 先知已经没了 葫芦大仙道 我知道 他被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女人给杀了 亲儿 叶玄眼皮一跳 你怎么知道的 葫芦大仙道 我被那个女人打过 叶玄 葫芦大仙又道 被打得老惨了 叶玄神色变得有些怪异 你打不过那个女人吗 葫芦大仙怒道 我怎么可能打不过 叶玄眨了眨眼 你打得过 葫芦大仙沉默片刻后 道 我跟他五五开 叶玄 葫芦大仙又道 你要知道 当年的我是非常虚弱的 因为我刚刚破开婆娑世界的结界 那个时候的我 不是巅峰状态 如果我是巅峰状态 哼 说句有些显得狂妄的话 那个女人怕是连出见的机会都没有 叶玄神色平静 你他妈这不是有些显得狂妄 是非常狂妄 葫芦大仙突然蹦蹦跳跳起来 现在自由了 嗯 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文言 叶玄眼皮一跳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啊 葫芦大仙道 我不跟你跟随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要不 你回去吧 其实他很想说 你他娘的别把婆娑世界给老子引来了 老子真的顶不住了 葫芦大仙突然快速跳起来 不回去 不回去 叶玄眉头微皱 为什么啊 葫芦大仙怒道 回去不好玩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要不 你去道庭玩 葫芦大仙有些好奇 道庭是什么地方 叶玄正色道 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葫芦大仙突然跳到叶玄面前 人类 你是不是不想我跟着你 叶玄贪了贪手 你跟着我没有用啊 我又不经常玩 而且 我仇家很多 很危险的 很危险 葫芦大仙有些兴奋道 危险好啊 危险才好玩呢 我就要跟着你 叶玄差点晕倒 葫芦大仙又道 人类 你知不知道 当年是先知求着我跟着他的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先知让你跟着他做什么 或者说 他有没有让你做过什么 葫芦大仙道 他就让我玩 一旋沈生道 你打架厉害吗 葫芦大仙怒道 当然厉害 我告诉你 除了那个素娶女子 没有我葫芦大仙怕的 一旋眨了眨眼 怎么个厉害法 葫芦大仙突然道 天地无极 乾坤见法 法由新生 生生不息 太以天尊 积极如律令 收 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力量突然笼罩住叶玄 下一刻 叶玄直接消失在原地 转瞬 叶玄已经出现在那葫芦内 叶玄看了一眼四周 眉头微皱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她身体开始竟然一点一点消融 见到这一幕 叶玄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她连忙寄出万佛不灭体 然而 这万佛不灭体居然没有用 她的肉身依旧在不断消融 叶玄脸色一沉 她拿出天珠剑猛的往前一展 诗 一道剑光自场中一闪而过 然而 这旅剑光还未斩在那葫芦上 便是直接消融掉 见到这一幕 叶玄脸色顿时变了 这是什么葫芦 竟然连自己的剑气都能够消融 这时 那葫芦大仙的声音突然自场中响起 还有别的招吗 叶玄想了想 她双手猛的紧握 刹那间 一股强大的力量开始致她终身汇聚 到金武学 然而她却惊骇的发现 那些力量刚一汇聚便是直接开始消融 这一刻 叶玄真正震惊了 这葫芦恐怖啊 连到金武学的力量都能够消融 这么逆天 这时 葫芦大仙黑黑一笑 还有别的招吗 叶玄想了想 然后她眉间突然出现一个神奇之印 下一刻 她气息突然暴涨 轰 瞬息间 叶玄达到了正道境 而在达到正道境后 她掌心摊开 天珠剑再次出现在她手中 她一剑劈出 诗 一缕剑气破空而去 这一次 剑气没有消失 直接斩在葫芦上 但是 那葫芦却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叶玄想了想 然后她双手猛地紧握 刹那间 一股强大力量突然聚集 达到正道境后施展这道金武学 其威力可以说是倍增 这一次 道金武学的力量虽然也在慢慢消融 但消融的速度却慢了许多 沉寂一瞬 叶玄猛地朝前一轰 轰哦 一股强大力量自那葫芦内猛地爆发开来 睡膝间 整个葫芦剧烈颤动起来 但是大约半刻钟后 葫芦又恢复了平静 葫芦内的那些道金武学力量 全部被消融得干前净净 葫芦内 叶玄沉默 心中震撼无比 妈的 这葫芦也太逆天了吧 她刚才这一招 可以直接毁掉一个小世界啊 但是 这个葫芦确实一点事情都没有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这时 葫芦大仙突然黑黑一笑 只要进入这里 不管对方有多强大 都要慢慢消融成衣摊血水 叶玄道 不进来就没事 对吗 葫芦大仙道 是的 叶玄明白了 与这葫芦打 不能进入这葫芦内 而刚才这葫芦在念咒时 它其实是可以抵挡那股力量的 只要不进来 这葫芦就拿它没有办法 但是 若是进来 它就拿这葫芦没有办法 不仅如此 还只能等死 这时 叶玄似是想到什么 它掌心摊开 很快 它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血脉之力出现在它四周 而叶玄发现 这葫芦没有能够消融它的血脉力量 见到这一幕 叶玄嘴角微先 看来这葫芦也不是什么都能够消融的 不过即使如此 那也非常逆天了 这时 葫芦大仙突然道 你这血脉之力好生强悍 叶玄哈哈一笑 然后道 葫芦大仙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葫芦大仙问 谁 叶玄眨了眨眼 去了你就知道了 片刻后 叶玄带着葫芦大仙离开了书屋 然后她带着葫芦大仙找到了穆念念 当看到那葫芦大仙时 穆念念看向叶玄 婆娑世界的 叶玄点头 穆念念突然捂住胸口 叶玄连忙问 念姐你怎么了 念姐摇头 胸口痛 叶玄有些不解 怎么突然胸口痛了 穆念念看向叶玄 气得 叶玄 第1332章寻找盒子 清空之中 穆念念看了一眼叶玄 低声一叹 没想到 你又跟婆娑世界牵扯上了 叶玄善笑了笑 念姐 这个葫芦很厉害 穆念念看了一眼叶玄手中的葫芦 乾坤葫芦 叶玄眨眨了眨眼 念姐认识啊 穆念念打亮了一眼那葫芦 你是怎么从婆娑世界跑出来的 葫芦大仙哼了一声 你是谁 我凭什么要回答你 叶玄 这时 穆念念突然消失不见 葫芦大仙突然大笑道 你竟然赶进来 本大仙要让你看看 啊 这时 场中突然响起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 而那葫芦则在星空之中一阵乱颤 叶玄知道 这葫芦被捶了 过了许久后 那葫芦彻底尾了 这时 穆念念出现在叶玄身旁 她拍了拍手 欠打 那葫芦大仙颤声道 你 你是谁 穆念念诞声道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葫芦大仙又问 女人 你到底是谁 穆念念嘴角微先 她揉了揉手 还想被打是吗 葫芦大仙连忙道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穆念念沉默 叶玄看向穆念念 要不要把她送回去 葫芦大仙连忙道 不不 大哥 别送我回去 我跟着你混好不好 叶玄 穆念念突然轻声道 算了 就让她跟着你吧 短时间内 她对你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婆娑世界 穆念念轻笑道 送上门来的 不要白不要 叶玄苦笑 我怕到时候婆娑世界也要来打我 穆念念看着叶玄 该来的总会来 叶玄无语 穆念念突然抬头看向天际 轻声道 道庭应该马上会有动静了 你要有心理准备 叶玄抬头看向星空深处 这一次道庭会怎么对付五维宇宙呢 如果是自己 自己会怎么对付五维宇宙呢 自是想到什么 叶玄突然道 念姐 改天再聊 说完 她转身消失在了下方 穆念念看了一眼下方消失在视线尽头的叶玄 摇头一笑 小家伙 叶玄回到五维大殿 她找来了观音与建宗的陆师姐 叶玄看着两人观音陆师姐 我有件事需要你们去办 观音有些好奇 什么事 叶玄把小灵二爷叫了出来 然后沈声道 寻找建宗 建宗 观音眉头微皱 什么意思 陆师姐也看向叶玄 有些不解 叶玄笑道 我从下世界走到这里 见到过许多建宗 这些建宗的祖师都是一个人 那就是青山男子 陆师姐突然道 我知道 那是她曾经一些师兄弟创立的 有些存活下来了 但还有一些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叶玄点头 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建宗遗迹 陆师姐审声道 你想做什么 叶玄道 找盒子 盒子 听到这两个字 一旁的小灵二眼睛突然一亮 陆师姐看着叶玄 那小家伙的盒子 叶玄点头 依我猜测 那小家伙贪玩得很 所以 她肯定在别的什么地方也留下了盒子 而那盒子对我们肯定有很大帮助 一旁的观音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但是陆师姐却非常明白 那白色小家伙留下的盒子可不是一般东西 陆师姐沉默片刻后 道 我知道有一处建宗遗迹 文言 叶玄有些兴奋道 走 我们去 陆师姐点头 叶玄看向观音 你派人在整个五维宇宙寻找 那些小世界与偏僻的世界都不要放过 只要找到关于建宗的遗迹就立即通知我 观音点头 好 我这就去办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很快 无数强者开始在五维宇宙寻找建宗遗迹 观音离去后 叶玄突然看向陆师姐 然后道 陆师姐 你帮我看一个东西 说完 他又手一挥 一座兵棺突然出现在场中 陆师姐眉头微皱 这是 叶玄审声道 这是一位神秘前辈交给我的 说是青山男子让他守护的 而时间一到 他就把这兵棺交给了我 陆师姐看向叶玄 是他留下来的 叶玄点头 你可知关中是何人 陆师姐道 可以打开吗 叶玄摇头 不能 关中有强大的剑气 而且 这么打开 对关内之人不是特别尊敬 他其实是不怕那剑气的 因为有剑灵在 但是 这么打开实在是有些唐突 陆师姐看着那棺材许久后 轻声道 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叶玄连忙问 是谁 陆师姐看了一眼叶玄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叶玄 陆师姐道 好好保护这座棺材 是你们一家欠人家的 叶玄眉头微皱 我们一家 陆师姐诞声道 反正就是一种因果 好好保护就是了 叶玄无语 这陆师姐也喜欢掉人胃口了 次是想到什么 叶玄又拿出一枚令牌 这是本源之地那神秘强者给他的 说可以帮他一个忙 在阴间时 他本想动用这枚令牌 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选择用 因为那个时候 即使叫来一位正道镜 也没有任何作用 按他猜测 那名神秘强者 应该是一位正道镜强者 而现在 他需要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来对抗道庭 这时 陆师姐突然道 我们去那剑宗遗迹吧 叶玄点头 他收起那副兵关 然后与陆师姐消失在大殿之中 茫茫星空之中 叶玄与陆师姐预见而行 叶玄突然道 陆师姐 你能够联系到剑宗祖师吗 陆师姐摇头 联系不到 叶玄沉默 陆师姐笑道 没有信心自己面对吗 叶玄轻声道 世道艰难 不想奋斗了 陆师姐 叶玄突然笑道 陆师姐 别的势力都能够换组 剑宗为啥不能换组呢 陆师姐笑道 之前已经叫过一次了 叶玄沉默 她知道 是那个拿枪的女子 陆师姐突然道 你能到正道吗 叶玄摇头 她现在还是无法冲刺正道镜 只能靠神奇之印达到正道镜 而这借来的力量 终究不如自己修炼出来的啊 不过她也知道 这事完全急不来 没有多想 叶玄与陆师姐加快速度 五为宇宙 远落之中 正在看书的叶之命突然停了下来 她转头看去 不远处站着一名男子 叶之命半声道 冰虚 你倒是能忍 现在才出来 您叫冰虚的男子走到叶之命身旁 沈声道 族长有令 必须带你回去 叶之命轻声道 冰虚 你跟了我这么久 应该对那位叶公子有了一些了解吧 冰虚沈声道 那位叶公子添纵奇才 世间少有 叶之命看向冰虚 回去告诉他 我不会回去 冰虚犹豫了下 然后道 族长说过 不论死活 不论死活 叶之命吃笑了一声 好一个不论死活 看来 道经在他心里永远比身边的人重要 说到这 他突然想到了叶玄 想到了在阴间时 叶玄将两卷道经给他的情景 自己的亲生父亲 竟然比不上一个自己认识了才几个月的男人 两卷道经啊 若是在大渊 自己那位父亲怕是愿意牺牲整个族人 而叶玄呢 讲到叶玄 叶之命突然摇头一笑 这一刻 他心中暖暖的 冰虚低声一叹 得罪了 说完 他就要出手 而这时 一名女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来人正是那三生 见到三生 冰虚脸色顿时大变 三生看着冰虚 想要打架吗 冰虚看着三生 眼中满是忌惮之色 三生看向不远处的叶之命 他告诉我可能有人找你麻烦 我一开始还不信 没想到还真有 这时 一道剑光也突然出现在场中 来人正是阿罗 阿罗看了一眼远处的冰虚 他说了 知命是他的朋友 任何人都不能找他麻烦 冰虚沉默 阿罗又道 他还说 这次不杀你 让你回去转告一下大渊 知命若是不想回去 大渊就别强行带他回去了 冰虚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叶之命 然后转身离去 他知道 有这两个女人在 他根本没有办法带走叶之命 冰虚走后 叶之命看向阿罗与三十 是他让你们在暗中保护我的吗 阿罗点头 叶之命沉默 不知在想什么 某处遥远的星空之中 两道剑光宛如流星一般自星空之中划过 璀璨亮眼 大约半个时辰后 牧师姐突然停了下来 她看向远处 轻声道 前面有一座剑宗遗迹 叶玄抬头看向远处 轻声道 希望她埋了盒子 路师姐 第1333章 她叫我姐 叶玄与路师姐面前 是一片连绵不绝的山脉 而在那山脉深处 隐约可见几座大殿 这一刻 叶玄也感受到了建议 而且是很强的建议 叶玄轻声道 路师姐 这里的剑宗室 路师姐轻声道 当年跟随她的一位师兄创立的 去看看 叶玄点头 不一会 两人来到一座山门前 山门长宽树杖 在那门扁上 是两个黑色大字 建宗 自苍境有力 犹如利剑所刻 在山门之后 是一条一眼看不到头的 十阶小道 叶玄与路师姐慢慢朝着 十阶小道走去 小道很冷清 两旁杂草树杖之高 很显然 这里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出现过人了 叶玄轻声道 怎会如此冷清 路师姐看了一眼四周 眼中有着丝丝波澜 应该都陨落了 叶玄沉默 这里没有打斗的痕迹 也就是说 这里的人要么陨落了 要么就是离开了这里 很快 两人来到一处大殿前 在大殿门前 有一尊巨石雕像 正是那青山男子的雕像 而在青山男子肩膀上 还是那个白色小家伙 一旋连忙把小灵儿叫了出来 小灵儿鼻子轻轻绣了绣 然后他走到那青山男子雕像前 他小脚轻轻跺了跺地面 片刻后 他转头看向叶玄 摇头 叶玄轻声道 没有吗 路师姐突然道 可能是他没有来过 看着面前有些失望的小灵儿 叶玄微微一笑 没事 以后我们肯定能够跟他见面的 小灵儿连忙点头 叶玄看向路师姐 我们走吧 路师姐微微点头 两人就要离去 而就在此时 在他们身后的大殿内突然有件鸣声响彻 两人停下 叶玄转身看去 大殿内 一道声音突然响彻 熟悉的气息 宗主 声音有些颤 明显很激动 宗主 叶玄看向路师姐 路师姐轻声道 进去瞅瞅 叶玄点头 两人走进了大殿内 在大殿之中 一柄剑悬浮 声音便是自剑中传出 当两人走进大殿后 那声音再次响起 你不是宗主 叶玄打亮了一眼那柄剑 然后道 阁下是 那人突然道 你的血脉 这时 路师姐突然问 你是谁 剑颤了颤 然后化作一名中年男子 路师姐看着中年男子 我不认识你 他身边的人 他基本都认识 当然 除了某些女人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路师姐 然后道 我乃此地剑宗宗主 路师姐道 你们剑宗祖师是谁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又道 我是说创立这个剑宗的那位 中年男子审声道 你是说听云祖师 听云 路师姐微微一愣 然后轻声道 原来是他 叶玄看向路师姐 你认识 路师姐点头 他是剑宗 除他之外 见到最强之人 天赋也是最高的 高的可怕 说着 他看向中年男子 此地剑宗为何会变得这般 中年男子苦笑 我们遭遇了一场劫难 路师姐眉头微皱 劫难 中年男子点头 当年我剑宗有一圣物 明剑金 是祖师留下来的 但是 自从听云祖师离去之后 此物被道庭寄予 最终 路师姐双眼微眯 道庭抢走了剑金 中年男子点头 听云祖师在时 道庭不敢动 但是 听云祖师离去之后 道庭立即派人来强夺剑金 路师姐神色冰冷 竟敢夺剑金 他们好大的胆 中年男子低声一叹 是我等无能 若是听云师祖在 路师姐看向中年男子 听云呢 中年男子审声道 听云师祖走了 至于去了何处 不知道 路师姐轻声道 那小丫头应该是去找他了 小丫头 中年男子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阁下是 一旋连忙道 他是路师姐 也是剑宗的 中年男子有些诧异 你也是剑宗的 路师姐点头 中年男子抱了抱拳 原来是同门 路师姐指着殿外青山男子雕像 他曾经来过此处没 中年男子道 来过 他曾经好像是来见听云师祖的 路师姐又问 可有留下什么吗 中年男子想了想 然后摇头 这倒是好像没有 路师姐沉默 一旋笑道 既然没有就算了 这时 中年男子突然道 不过 有个白色小家伙倒是留下了一个盒子 盒子 一旋与路师姐都愣住 竟然有盒子 路师姐沉声道 在哪里 中年男子转身指着面前那桌台 在那桌台上 有着一个小小的盒子 中年男子道 听云说这盒子是那白色小家伙赠的礼物 让我们好生保存 然后我见宗就将其供了起来 一旋与路师姐无语 环供起来了 一旋犹豫了下 然后道 建宗大难 你们没有打开这盒子 中年男子摇头 没有 说着 他看向那盒子 这盒子有什么玄机吗 一旋与路师姐相识了一眼 两人都很无语 路师姐突然道 到庭来人时 你们若是打开这个盒子 或许有一线生机 中年男子满脸惊恶 这这怎么可能 据我所知 那白色小家伙实力并不怎么样 路师姐摇头 他是不太擅长打架 但是 他能叫人 叫人 要问靠山谁最多 非小白莫属 在很久很久前 惹谁都不能惹这个白色小家伙 惹他就是等于铜马蜂窝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那盒子 苦笑 难怪听云师祖当年让我们好生保存 可是当年我们谁都没有当回事 叶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这盒子给我可以吗 路师姐白了一眼叶玄 这脸皮真不是一般厚 直接开始要了 中年男子笑道 自然可以 此物留在我剑宗已经没有用 而且 你是他的 路师姐突然岔开话题 就一个盒子吗 中年男子点头 就一个盒子 路师姐看向叶玄 那就带走吧 叶玄微微点头 他看向中年男子 你只剩下一缕分魂 你是想继续以这种方式留在这世间 还是我送你入轮回 中年男子苦笑 就让我这么消亡在这世间吧 叶玄摇头 那让我送你入轮回吧 说完 他掌心摊开 轮回神印出现 很快 一条轮回通达出现在他面前 见到这一幕 中年男子眼中满是惊恶之色 你竟然是大道守护者 叶玄点头 这神奇之印是我偶然所得 至于大道守护者 我勉强算吧 中年男子深深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道 保重 说完 他进入了那轮回通道之中 很快 轮回通道关闭 叶玄走到那盒子面前 他打亮了一眼盒子 轻声道 这里面装的是那小家伙吧 路师姐摇头 不知道 这时 小灵儿一把抱住了盒子 叶玄笑道 小灵儿 你能够感受到里面装了什么吗 小灵儿眨了眨眼 然后他看向盒子 片刻后 他咧嘴一笑 不告诉你 说完 他把盒子抱到了介义塔内 叶玄摇头一笑 路师姐审声道 你准备怎么用这盒子 叶玄笑道 这可是我留给道庭的一份超级大礼 说完 他看了一眼四周 轻声道 还好没有无功而返 我们走吧 路师姐点头 两人离去 而两人刚离开大殿 叶玄脸色突然大变 他一把抓住路师姐肩膀 然后将其送到了介义塔内 这时 天际突然裂开 下一刻 一柄长枪自天际笔直刺下 枪中蕴含着一股血红火焰 这一枪还未落下 下方整个剑宗却被一片火浪焚烧灰烬 一旋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他掌心摊开 一柄剑冲天而起 空 天际突然炸裂开来 直接变成一个巨大的深渊黑洞 而这时 一名男子出现在天际 男子身高七尺开外 极其魁梧穿着一件紫金纹兽战袍 一双峻木犹如利剑一般锋利 射人心魄 在他手中握着一柄长极 此极长一丈二 极敢似是岩浆锁住 红的妖艳 而长极顶端利尖之处 仿佛蕴藏着修罗之力 透着一股极其恐怖的利器与煞气 断人心智 是雪杀鹿 他就站在那天际 这一刻整个天地在他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 叶璇看着男子 道庭 空中 男子俯视着叶璇 无奈道庭四大神将之一玄庸 今日特来取而首极 叶璇双眼微眯 你们对念节下手了 他知道 这些人要对付他 肯定会拖住木念念 五维宇宙 晶空之中 木念念面前站着一名老者 正是那白弟子 木念念看着白弟子 笑道 我原本以为你们要等到五维节呢 白弟子笑道 姑娘 你看这样如何 我们让那叶公子与玄庸担打 我道庭不插手 姑娘你也别插手 你看如何 木念念沉默 在星空的最深处 一座超级阵法不知何时已经笼罩住整个五维宇宙 他若去出手就叶玄 这座阵法与道庭强者就会毁灭五维宇宙 木念念转头看了一眼下方五维宇宙 轻笑道 不愧是道庭 这么快就找到了我的弱点 你们知道我出手一次就会加快五维节到来 而现在 你们就是要逼我出手 然后让五维节提前到来 白弟子看着木念念 姑娘修炼到此 很不容易 真的要为了一个人类而牺牲自己吗 木念念笑道 她叫我姐 当姐姐的保护弟弟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第1334章大战 姐姐 木念念刚说完这句话 自己摇头一笑 她突然发现 不知不觉间 她心中已经很认可叶玄 不是曾经那种认可 这种认可 就像是把她当亲人一样 不过这种感觉还不错 这一刻 她突然有点明白素群女子了 曾经的她很不理解素群女子为何那么在意夜旋 到了素群女子这种级别的强者 亲情什么的 应该看得很淡很淡才是 但是此刻她发现 不管多强的人 其实都怕孤独 怕没有在乎的人 孤独是强者最大的敌人 而有一个在乎的人 那种感觉其实很不错 亲情 对某些人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 这是比生命还要重要的 她梦念念守护这片宇宙已经不知多少年 这么多年来 她就像是一个观察者 观察者五为宇宙 她就那么默默的守护者观察着 而没有任何一个人走进她的世界 对于人 她不讨厌 但也说不上喜欢 因为人真的很复杂 他们可以很任性的改变自己 今天好 明天坏 不过 她也觉得人类很有意思 就好比这亲情 友情 爱情 不得不说 与叶璇在一起 她确实开心了许多 晴空之中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看来 姑娘是要管定这事了 说着 她摇头 姑娘是受伤之躯 却还要多管闲事 真的很不明智 慕念念收回思绪 笑道 我们且看看吧 说完 她看向远处星空尽头 白弟子也没有再说话 而是看向叶璇与纳璇庸所在的方向 下方 叶璇脸色阴沉 她知道 道婷敢出手 肯定是拖住了念姐 这一刻 她有些担心 虽然念姐实力强大 但要知道 她可是受了伤啊 必须赶回去 一旋抬头看向天际那玄庸 要赶回去 得先解决这个人 神将 道庭四大神将之一 天际 玄庸近近握着手中长己 一股强大的威压宛如天摊一般自天际席卷而下 是 以施压人 这股事之中 蕴含着一股碧腻天下的霸道之意 让人难以喘息 下方 叶璇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来吧 声音落下 她直接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诗 这一剑 直接破开那股强大的威压 天际 玄庸面无表情 一挤戳下 挤尖之上 火焰弥漫 火焰之中夹杂一股滔天枪势 这一挤 宛如要将这天地戳穿一般 叶璇见智 针尖对脉盲 轰 一片剑光突然碎裂 这一枪直接压住了叶璇的剑势 但是 叶璇不退反进 她双手持剑一偏 剑贴着长脊朝着那玄庸面门顺势一展 玄庸反应极快 叶璇的剑刚改变剑向 她便是手持长脊猛的一个横扫 这一扫 直接扫在叶璇的剑上 轰 叶璇瞬间横向退了数百丈之远 而她刚一停下来 一点寒芒痣 诗 长脊未到 寒芒先至 事随其后 一玄又搅猛的一跺星空 借助空间倒则的力量 她硬生生停了下来 而这时 玄庸长脊已到 一玄没有选择挡 一挡 就失事 眼前这人极为擅长事 若是自己失事 将彻底进入劣势 叶璇不闪不闭 直接施展出剑玉 剑玉一处 那剑是瞬间弱了数分 而这时 叶璇一剑斩下 空 那一挤硬生生被逼停 而就在此时 玄庸突然消失在原地 远处 叶璇眼瞳骤然一缩 她猛地朝着自己右边一展 这一展 直接斩在一道寒芒之上 空 天际剧烈一颤 直接炸裂开来 而这时 叶璇身边突然出现一道道残影 这些残影犹如实质 根本分不清趋时 与此同时 叶璇连连暴退 整片漆黑的空间黑洞之中 见光纵横交错 一道道刺耳的炸裂声不断响彻 在退了大约一刻钟后 那些残影突然汇聚一起 下一刻 一丙长脊直戳叶璇眨 这一几 天地聚颤 叶璇依旧没有退 她双手持剑朝前一批 同时 剑狱再次镇压玄庸的脊势 空 剑狱内 一道惊天剧响声突然响彻 叶璇脸色瞬间煞白 但是 她硬生生挡住了这一脊 而在挡住这一脊之后 她左手突然一把抓住那丙长脊 然后右手持剑猛的朝前一捅 但是 那玄庸反应极快 在她剑筒出去的那一瞬间 玄庸突然松开长脊 右手紧握成拳 然后一拳朝着叶璇的舰队轰了过去 轰哦 一拳出 两人同时暴退 这一退 叶璇足足退了百丈之远 而她所退的空间直接坍塌湮灭 远处 那玄庸也停了下来 停下之后 她右手持极猛的对着叶璇就是一直 与此同时 她右脚朝后猛的一蹬 整个人宛如一枚炮弹一般爆射而出 叶璇刚一停下来 一柄长脊破空而至 而在这长脊之后 施那玄庸 叶璇眼中闪过一抹争鸣 她一剑刺出 这一次 这一剑是一剑定生死 座群女子交给她的剑计 一剑定生死 其实 对她现在而言 说是一剑分生死更合适 因为她没有素群女子那种无敌的实力 不可能对任何人都能够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出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这是她现在的心境 一剑出 一道剑名声宛如雷声一般响彻整个星空 空 长脊刚一接触叶璇的剑 剑脊同时剧烈一颤 紧接着 那柄长脊到飞而出 这一剑 直接破了这一剑 但这时 那玄庸已经出现在叶玄面前 她一拳轰向叶玄胸口 拳道霸道无比 丝毫不比长脊弱 拳几双修 而面对玄庸这一拳 叶玄并没有躲闪 任由玄庸一拳轰在她胸口 但是 她也一拳轰在了玄庸胸口 这当然不是普通的一拳 而是到金武学 求死 两人拳头刚到对方身体 空谋 两人周遭数万里的山脉突然被依为平地 而两人更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这一飞 各自足足飞了万丈之远 整个天际与大地一片狼藉 一玄停下来后 她口中顿时喷出一口精血 而她肉身更是寸寸君烈 不过还好 她有万佛不灭体 不至于肉身彻底被毁 但也很惨 身上裂纹遍布 可见森森白骨 而远处那玄庸也不好过 她硬吃了叶玄的到金武学后 瞬间倒退了足足数千丈之远 她的那件战袍也花为了灰烬 而她身上 也拾裂开了好几道裂痕 鲜血染红身体 宛如一个雪人 两个人都很惨 玄庸看向远处叶玄 神色无比凝重 她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人类竟然跟她拼到了这种程度 要知道此刻的叶玄不过是顿于尽 还没有到正道 很快 她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刚才的以伤患伤很亏 因为前面她都是压着叶玄打 只有刚才 她选择以伤患伤后才造成了两败俱伤 而她之所以选择以伤患伤 是因为她不认为叶玄能够硬抗她一拳 当然 她也没有想到叶玄又那么强大的武技 刚才那武技 她虽然扛住了 但也重伤 全庸深吸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叶玄突然到 我恢复得差不多了 全庸看向叶玄 当看到叶玄时 她直接愣住 因为此刻 叶玄身上的伤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全庸死死盯着叶玄 怎么可能 叶玄自然没有告诉全庸 她身体有治愈的能力 她眉间一个神奇之印突然出现 下一刻 她直接消失在原地 一剑定生死 在达到正道境之后 叶玄这一剑的威力瞬间暴涨 至少是之前的数倍不止 全庸眼中闪过一丝争鸣 她又守招 那炳长脊出现在她手中 下一刻 她纵身一跃 一脊戳出 长脊之上 火焰焚天 是场中突然响起一道尖锐刺耳的撕裂之声 轰 突然间 一片火光与剑光突然自场中猛的爆发开来 瞬息间 两人疯狂暴退 而在退的过程之中 叶玄掌心突然摊开 剑直接飞出 这一剑自场中飞斩而过 远处 玄庸反应也极快 在叶玄出剑的那一瞬间 她手中的长脊突然飞出 长脊破空而去 撕裂一切 几剑再一次相遇 空 见光火光猛的爆发开来 整个天地聚颤 叶玄刚一停下来 她掌心摊开 这魂剑出现在她手中 她隔空对着那玄庸一指 一剑定魂 翁 一道剑鸣声突然震荡天地 一股极其强大的灵魂力量突然锁住远处的玄庸 而这时 玄庸突然怒吼 散 声音落下 一股强大的音波力量自她体内席卷而出 这股力量之中 还伴随着一股强大的力气与杀法之气 空偶 这股力量竟然硬生生挡住了阵魂剑的力量 叶玄这一剑并未能够给成功定住玄庸的灵魂 玄庸身经百战 神魂异常强大 除非阵魂剑插入她体内 不然 想要隔空阵住她的灵魂 基本不可能 而这时 叶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场中 一缕剑光撕裂而过 三种剑光之中 蕴含着三种强大的玉 一剑定生死家三种玉 叶玄最强一击 远处玄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她又脚猛的一跺 跺脚处 空间直接崩塌 而她整个人已经暴射而出 她手中长挤之上 一道火焰瞬间席卷整个天际 宛如天火灭世 生死一挤 一挤之下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道庭神将 从未为过生死 第1335章封脸温柔 天际 叶玄与那神将玄庸都施展出了 自己最强一击 很快 叶玄的剑刺在了玄庸神将的长脊之上 刹那间 空 顺西间 方圆数十万里的空间直接化为灰烬 无数剑光与火焰 几七次这片漆黑的空间之中 剑射开来 一片狼藉 而叶玄与玄庸更是各自暴退了数万丈之远 叶玄停下来后 身体自空中缓缓坠落 而她口中 精血不断涌出 她伤得极重 全身裂纹遍布 就像是遭到重击的瓷器一般 随时会支离破碎 这一刻 她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 而远处 那玄庸也是直空中缓缓坠落 她受的伤也非常严重 身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剑气 特别是右手 更是被叶玄与剑斩的差点掉下来 但是她身旁的那柄长脊却依旧散发着一股强大的脊异 脊魂不灭 战意滔天 就在这时 那长脊突然化作一道黑光暴射而出 直斩远处叶玄 自主攻击 而这时 叶玄体内 一柄剑突然飞出 正是阵魂剑 阵魂剑直接化作一道黑色剑光朝着那柄长脊斩去 很快 一剑一脊在空中大战了起来 而这时 叶玄与玄雍已经落在地面之上 砰 叶玄身体微微一颤 口中再次喷出一口精血 她深吸了一口气 她双手放在地面上 慢慢用力 想要站起来 但是她却发现 很难很难 因为她现在已经几乎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 但是她知道 她必须站起来 叶玄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怒吼 她又手猛地用力 咔擦 这一用力 一道骨头断裂声突然响彻 右手直接骨折 因为她全身刚才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 因此才会这么轻轻一用力就让自己的手臂骨折 虽然手臂骨折 但她却站了起来 而远处 那玄雍也站了起来 并且在慢慢朝着她走来 一玄咧嘴一笑 然后也慢慢朝着那玄雍走去 两人都走得很慢 但两人眼中的战意却前所未有的强大 而叶玄的剑与玄庸的长戟依旧在天际大战 一戟一剑战的如火如荼 激烈无比 五维宇宙 晶空之中 慕念念突然笑道 不愧是道庭神将 身经百战 身残意间 眼中只有战于死 那白弟子微微一笑 不得不说 这位叶公子让老朽震惊了 如此小的年纪 实力不仅如此强大 这股狠近 竟然丝毫不弱我道庭神将 她若是入我道庭 假以时日 怕是能够威胁到白袍神将的地位 慕念念看向白弟子 笑道 白袍神将 白弟子笑道 我道庭最强神将 一生征战道种 只败过一次 说到这 她看向慕念念 在得知姑娘在阴间斩杀横天舞之后 她本想来会会姑娘 可惜 她有任务在身 要镇守天界渊 太可惜了 慕念念哈哈一笑 白弟子有些好奇 姑娘笑什么 慕念念笑道 我这小弟弟有个妹妹 叫亲儿 恩 说到这 她突然有些兴奋 这么算来 她好像也要叫我姐啊 说着 她似是想到什么 连忙摇头 不行不行 这个女人不讲道理 不能占她便宜 不然会被打 这时 白弟子突然道 亲儿 就是叶璇身后那位素群女子吗 慕念念看向白弟子 笑道 看来你们调查得很清楚啊 连她都查了 白弟子摇头一笑 对待敌人 我们向来是很认真的 慕念念笑道 不愧是能够存在那么久的事例 话说 你们对这位亲儿了解吗 白弟子摇头 只知道她杀人只用一剑 慕念念眨了眨眼 还有呢 白弟子看向慕念念 笑道 姑娘想说什么 慕念念正色道 她很厉害的 真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女人想法很危险 动不动就像要毁灭宇宙 真的有点可怕 白弟子笑道 姑娘 她在这下界杀人不过一剑 这并不难代表什么 慕念念有些好奇 为什么这么说 白弟子轻笑道 或许不是她太强 而是此界之人太弱呢 慕念念眨了眨眼 然后哈哈一笑 其实你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没有说话 慕念念也没有再说话 她转头看去 在那片遥远的地方 叶玄与那玄庸神将相隔只有十来丈的距离 叶玄没有说话 她左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但是这个时候 她什么力量都无法调动 而她对面 那玄庸也是如此 就在这时 叶玄与玄庸突然冲向彼此 两人有点像临死前最后一击 玄庸一拳轰在叶玄胸口 而叶玄也一拳轰在玄庸胸口 砰砰 两人瞬间到飞树杖 然后重重砸落在地面 这一次 两人身体一阵抽搐 鲜血剑射 伤得很重很重 而这时 叶玄突然怒吼一声 然后强行站了起来 她掌心摊开 手中又出现一柄剑 天珠剑 叶玄看着玄庸 咧嘴一笑 唯有两柄剑 声音落下 她手中的天珠剑突然飞出 然而这一剑并未能够斩杀玄庸 因为在玄庸面前 不知何时出现一道兽魂 这道兽魂猛的怒吼 隐生生挡住了天珠剑 而这时 叶玄手中又多出一柄剑 剑铃 当见到剑铃时 玄庸脸色顿时变了 但就在此时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场中 中年男子穿着一件黑色盔甲 手中握着一柄长刀 她目光落在了叶玄身上 下一刻 她直接提刀朝着叶玄冲了过去 五为宇宙 目念念笑而不语 没有说话 在她身旁不远处 白弟子看着远处 不知在想什么 就在那中年男子冲到叶玄面前时 这时 玄庸突然道 助手 那中年男子停了下来 她看向玄庸 玄庸双眼缓缓闭了下来 我与她公平一战 你插手作甚 中年男子犹豫了下 然后道 神将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 闭嘴 玄庸突然看向中年男子 退下 中年男子不敢反驳 当下退到一旁 玄庸看向叶玄 你体内有一名剑修女子 方才为何不让她出来 叶玄笑道 你我公平一战 让外人插手做什么 玄庸深深看了一眼叶玄 好一个公平一战 你虽是对手 但不失为一个磊落之人 我们下次分生死 说完 她转身离去 那中年男子犹豫了下 欲言又止 远处 玄庸突然道 一切责任 我一力单之 中年男子低声一叹 然后转身跟着离去 她其实能够感觉到叶玄的虚弱 可以说 现在杀叶玄可以不用吹灰之力 但是她不敢拒绝玄庸的命令 玄庸离去后 一玄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玄庸神将确实很强 不管是战斗意识狠狠近方面 这一次若不是她肉身足够强悍 绝对打不过对方 因为对方拳击双修 而且若是阵魂剑不够强的话也不行 因为玄庸手中的那柄长级至少是正道晋级别的 刚才那一战 不仅仅是她与玄庸的战斗 还有阵魂剑与那柄长剑的 当然 她还有一个底牌没有拿出来 那就是乾坤葫芦与血脉之力 不过 她也很清楚 自己有底牌 别人肯定也有底牌 对方身经百战 不可能没有什么压箱底的底牌的 叶玄收回思绪 她看向路师姐 我们回去 说完 她转身正要离去 却突然发现自己伤得很重 叶玄摇头苦笑 然后盘坐下来 开始疗伤 五维宇宙 白弟子看向穆念念 姑娘对叶公子很有信心 从开始到现在 她发现 眼前正位女子没有丝毫出手的迹象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她对叶玄有信心 穆念念笑道 你们那位神将很有强者风范 下次若是遇到我 我保证给她留一个全尸 哈哈 说完 她转身离去 场中 白弟子沉默不语 这一次 她原本是想逼目念念动手的 但是没有想到 叶玄竟然与玄庸神将 占了一个旗鼓相当 而那叶玄才二十出头啊 人年轻也就罢了 实力还如此逆天 关键是身上还有骨子很近 白弟子沉默许久后 转身离去 此刻 她心中已经做了决定 这叶玄是万万不能留的 特别是不能让叶玄投靠到种之地 叶玄必须死 可以说 这是道庭的态度 正在疗伤的叶玄突然抬头 穆念念不知何时出现在她面前 见到穆念念 叶玄顿时松了一口气 念姐 道庭已经出手了吗 穆念念笑道 是的 叶玄正要说话 穆念念道 好好疗伤 叶玄点头 两个时辰后 叶玄伤恢复的八九成 一旁 穆念念笑道 刚才那一站感觉如何 叶玄笑道 畅快淋漓 穆念念看着叶玄 倒挺有比刚才那未强数十倍的人 叶玄 穆念念笑道 怕了 叶玄点头 有点 穆念念哈哈一笑 她轻轻拍了拍叶玄肩膀 没出息 大丈夫生女士 当头顶天 脚踩地 无畏无惧 你居然怕 真没出息 叶玄突然问 念姐 你怕轻儿吗 穆念念表情僵住 片刻后 她抬头看向天际 今夜月色不错 恩 风也温柔 无 手也有点痒 叶玄 第1336章 战道线 看着伤痕累累的叶玄 穆念念最终还是没有下去手 只是给了叶玄一个白眼 叶玄黑黑一笑 念姐 其实 轻儿人很好的 穆念念摇头 笨蛋 那是对你 说着 她微微一笑 轻声道 她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对生命的漠视 在她眼里 怕是只有活人跟死人的区别 叶玄沉默 确实 轻儿有些时候实在是太冷了 次是想到什么 叶玄问 念姐 轻儿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穆念念沉默 叶玄问 连你也不知道吗 穆念念轻笑道 我能猜到一个大概 但是我不能与你说 叶玄有些不解 为什么 穆念念眨了眨眼 因为怕打击你 叶玄 穆念念笑道 走 跟我去一个地方 也是时候让你了解一些事情了 说完 她转身离去 一旋连忙跟了过去 阴间 白弟子出现在阴间与阳间的交会处 她刚一出现 穆声便是出现在她的面前 白弟子微微一笑 穆声姑娘 可愿意随我们去道庭 穆声双眼微眯 白帝星君 你可知我职责 白弟子点头 知道 穆声姑娘 镇守此戒这么多年 功德无量 穆声审声道 你们不想让阴间与阳间再有结界 白弟子点头 穆声沉默片刻后 道 白帝星君 我可以离开此处 但是 我暂时不想去道庭 我想去到处看看 白帝星君沉默 穆声又道 白帝星君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想到处去看看 仅此而已 白弟子看了一眼 穆声 轻声道 道庭的大门永远为姑娘打开 说完 他掌心摊开 在他手中是一本厚厚的古籍 他翻开古籍 最后在古籍之中找到了穆声的名字 接着 他轻轻拎抹 穆声名字自古籍之中消失 刹那间 穆声身上似是有什么消失 白弟子看向穆声 我现已撵除姑娘神职 姑娘已是自由之身 天大地大 姑娘随处可去 不过 道庭不希望姑娘日后成为道庭敌人 穆声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道 白帝星君放心 我即使不回道庭 也不会成为道庭敌人 我乃大道守护者 这点 永远不会变 白弟子点头 姑娘珍重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原地 穆声看了一眼四周 神色复杂 这时 万珠与沙华出现在他身旁 万珠轻声道 你可以去道庭的 穆声面无表情 道庭已经不是曾经的道庭 三千大道 已经沦为某些人训私的工具 万珠沉默 穆声看向万珠与沙华 我们走吧 万珠与沙华点头 很快 三女消失在场中 而随着沐声的离去 阴间此刻与阳间再无任何阻碍 阴间随时可以到阳间 白弟子来到了阴间莲花台 莲花台上 是南藏菩萨 白弟子微微一笑 南藏菩萨 别来无恙 南藏双手和时 白地心君此次前来可是为了五为宇宙 白地子点头 南藏 道庭需要你的帮助 南藏摇头一笑 白地心君说笑了 白地子轻声道 我道庭大部分强者都在镇守天界渊 南藏沉默 白地子笑道 不白帮 南藏看向白地子 那姑娘的实力 心君心里可有底 白地子轻声道 这已经不重要了 南藏眉头微皱 此花怎讲 白地子看着南藏 他在挑衅道庭沈威 挑衅 南藏沉默了 这一刻 他明白了 道庭与叶玄之间 肯定是无法善了的 叶玄有着道庭都想要的道经 而且 叶玄斩杀了道庭六公主 就这一点 道庭就不可能与叶玄善了 至于穆念念 这个女人 已经在挑衅道庭了 道庭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挑衅他们的神威 南藏还是沉默 他见过穆念念 知道那个女人有多强大 他不想对上那个女人 自是知道南藏所想 白地子突然道 放心 自会有人与他交手 我们需要南藏菩萨帮我们做别的 南藏突然摇头 白地心君 你们去寻别人吧 我已是方外之人 这世俗之事 不想再插手 白地心君微微一笑 明镜台 文言 南藏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明镜台 明镜台 佛门至宝 白地心君点头 南藏沉默了 片刻后 白地心君离开了莲花台 他来到某处地底入口 地狱入口 此口之下 一共十八层 白地心君来到第十八层的门前 他没有走进去 看着面前 他轻声到阁下滚 突然间 一道怒吓声字里面传了出来 一时间 整个阴间震荡 而整个十八层地狱更是鬼哭狼嚎 白地心君沉默片刻后 摇头 可怜之人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出来之后 白地心君见到了阴间之主 阴间之主诞声道 我说过的 没有用的 白地心君点头 也罢 他喜欢自求就让他自求吧 阴间之主问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白地心君轻声道 要对付那女人 就必须针对五维宇宙 现在阴间与阳间已经互通 我们可以让五维宇宙的五维节提前到来 那女人若是想要保全五维宇宙 她就必须对抗五维节 而那个时候 就是她最虚弱的时候 阴间之主沉默片刻后 问 如何让五维宇宙五维节提前到来 白地心君轻声道 念五维宇宙本源 阴间之主沈声道 谁来对付那个女人 其实五维宇宙并不可怕 阴璇也不可怕 阴璇的威胁在未来 而那个女人的威胁就在当下 只要解决目念念 五维宇宙弹指可灭 白地心君笑道 阴间之主放心 那女人 自然是由我道庭来对付 阴间之主点头 好 白地心君转头看向星空深处 轻声道 他们也应该快到了 穆念念带着叶璇来到一处湖边 湖成星形 湖水清澈 一眼看去 可就蓝天白云 叶璇看向穆念念 穆念念笑道 天心湖 我取的名字 叶璇连忙道 好名字 好听 穆念念看了一眼叶璇 滑头 他拉住叶璇的手然后朝着那湖中走去 很快 两人进入湖底 湖底内 没有任何生灵 而在进入湖底最深处后 一股炙热之气涌来 这股炙热之气让得叶璇为之色变 因为那温度让得他竟然都有些不适应 要知道 他现在的肉身可是非常强大的 穆念念拉着叶璇继续往下走 很快 两人来到一处屏障前 那到屏障长宽百丈 而屏障之后 是滚滚岩浆 叶璇看向穆念念 念节 这是 穆念念笑道 这就是五维节 五维节 叶璇愣住 穆念念轻笑道 其实 这片宇宙有很多很多的隐患 不过 被我压制了 就像你看到的眼前这一幕 我用力量压住了这些岩浆 不是一点点岩浆呢 是整个地底的岩浆 一旦这些岩浆出来 这些积蓄了数万年的岩浆力量 会摧毁一切 而不仅仅是这些 这片宇宙很多地方都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简单来说 很危险 叶璇沉默 穆念念念笑道 带你来看这里 是想告诉你们 五维宇宙现在的危机 不仅仅是外面的 五维宇宙本身就很危险 整个五维宇宙 危机四伏 而这些危机 并不是你有实力就能够解决的 就像我 虽然能够镇压一时 但是越镇压 日后爆发的就越恐怖 镇压并不是长久之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叶璇点头 我明白 必须改变五维宇宙 穆念念点头 是要改变 原本 我以为我们有时间慢慢改变这一切 但是现在看来 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说着 他抬头看向天际 笑道 真的是 一点时间都不给呢 说完 他带着叶璇离开了地底深处 来到湖边 叶璇抬头看向天际尽头 他看到了一个老头 正是那白弟子 白弟子看着穆念念 微微一笑 又见面了 穆念念笑道 你们真的是 也不给人一点喘息的机会 白弟子摇头 姑娘 你若是愿意归顺道庭 我们可以立即退去 永不伤五维宇宙 不仅如此 道庭任何职位 除道祖之外 姑娘认取 不得不说 这条件很诱人 穆念念笑道 先让我投降 然后控制助武为宇宙 最后控制我 这才是老头你真正的想法 对吗 白弟子看着穆念念 没有说话 穆念念微微一笑 想来你们肯定给我备了一份大礼 来吧 白弟子轻声道 那就得罪了 说完 他转身右手一挥 战道线 声音落下 整个天际突然出现一片金光 金光之中是一条长宽数百丈的金色大道 在那条金色大道之中 一只九头大棚突然飞出 在那九头大棚的头顶 站着一名手持方天画戟的男子 这时 那白弟子右手摊开 然后轻轻朝着四周一画 刹那间 一道金光覆盖方圆数万里 白弟子微微一笑 战道线 不死不休 姑娘 你准备好了吗 第1337章下一位 战道 左卫的战道 就是指战争之道 这是道庭的一种态度 道庭只对道种之地用国 因为战道连接道庭 道庭的强者可以随时过来 而现在道庭对穆念念也使用了 很显然 他们这一次是想绝杀穆念念 下方 穆念念微微一笑 笑得很从容 不死不休吗 白弟子看着穆念念 是的 穆念念哈哈一笑 那就来吧 白弟子悄然退去 天际 那条战道之上 那名骑着九头大棚的男子 突然自天际俯冲而下 哼 这一俯冲 宛如数作万丈大山倾倒而下 一股毁天灭地的 威压席卷整个大地 这一刻 整个天地聚颤 宛如末日降临 穆念念眼神渐渐变得冰冷 因为这男子的目标不仅仅是他 还有这片五维宇宙的本源 若是让这男子落地 这片宇宙的本源必备重创 一旋看着天际那俯冲而来的男子 眼中有着一丝担忧 这男子的实力比当初那玄庸神将还要强上许多 最重要的是那头九头大棚 那九头大棚的实力丝毫不弱男子 这九头大棚的俯冲之力加上男子的力量 当真可以用毁天灭的来形容 就在这时穆念念突然看向叶玄 笑道 还记得我以前与你说过一句话吗 叶玄问 什么话 穆念念白了一眼叶玄 不记得就算了 说完 他又脚轻轻一跺 整个人冲天而起 原地 叶玄一脸猛 天际 穆念念那娇小的身躯相比那九头大棚与那男子 显得异常的渺小 但是 那九头大棚与男子神色却是无比的凝重 他们怎敢轻视眼前这女人 这可是秒杀了一位神将才存在啊 男子右手紧紧握着手中方天画戟 他死死盯着下方神色平静的穆念念 道庭先锋战将人贴行 请姑娘指教 声音落下 他身下的那九头大棚突然仰头一声怒笑 然后速度暴增数倍 这一瞬间 仿佛这天地都要被撞塌 与此同时 一股极其恐怖的威压直接笼罩住下方的穆念念 在这股威压之下 穆念念宛如狂风暴雨之中的一夜青舟 显得极为单薄 而就在这时 下方的穆念念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那天即威压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穆念念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那任天行的面前 任天行眼瞳骤然一缩 他下意识一挤挥出 然而 穆念念的拳头突然轰在他喉咙上 咔嚓 一道骨头断裂声突然自场中响彻 紧接着 那任天行脑袋瞬间飞了出去 而这时 穆念念突然落在那九头大棚上 他又脚轻轻一跺 空 那九头大棚突然间炸裂开来 鲜血瞬间染红整个天际 这一刻 所有人都猛了 也包括叶玄 又是秒杀 叶玄死死盯着天际的穆念念 念姐到底有多强 远处 那白弟子也在看着穆念念 他眼中又多了一丝凝重 又是秒杀 其实 他知道任天行打不过穆念念 他之所以让任天行出手 就是想看看穆念念的实力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可惜 他还是失望了 穆念念秒杀了任天行 既然是秒杀 那自然不知穆念念的大概实力 白弟子沉默着 不知在想什么 天际 穆念念玉手轻轻一挥 刹那间 天际那些鲜血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接着他看向远处的白弟子 笑道 下一位 声音平静 但却透着一股霸气 白弟子看着穆念念 轻声道 还是低咕姑娘了 穆念念摇头一笑 你们从来没有正视过我 说着 他看向下方的叶玄 念姐活了这么多年 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时候 都要保持一颗低调谦虚的心 做人 不能自满 更不可高高在上 觉得自己凌驾众生之上 屈知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夜玄沉默 低调谦虚 念姐不止说了一遍这个道理 其实 可能与轻儿有关系 在五维宇宙 没有遇到轻儿时 念姐应该是举世无敌的 而她遇到轻儿时 应该是她的低调与轻虚救了她 要知道 轻儿可不是一个善茶 在轻儿面前嚣张 那可是真的活腻了啊 当然 夜玄知道 念姐此时说这句话除了是说给她听外 也是说给道婷听的 道婷从一开始出现就高高在上 甚至还要招揽念姐 在道婷看来 他们招揽念姐 是看重念姐 但是在念姐看来 道婷的招揽 就是在看清她 夜玄看了一眼念姐 此刻的她突然间有些恍惚 念姐到底有多强 她心里真的没底了 天际 那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轻声道 姑娘 你方才所言 很有道理 不过 这个道理 你真的明白吗 慕念念笑道 你是想说我低估你们倒停了 对吗 白弟子笑道 你觉得我们低估了你 可是 我们也觉得你低估了我们 慕念念哈哈一笑 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打 至于是谁低估了谁 打过才知 说着 她看了一眼那战道 笑道 不如我去你们倒停打 去倒停 白弟子双眼微眯 右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下方 夜玄眼皮一跳 念姐这是要玩命吗 这时 白弟子突然笑道 姑娘是不想让战场 在这片五维宇宙 慕念念眨了眨眼 算是吧 白弟子摇头 抱歉 怕是不能如姑娘的意了 慕念念看着白弟子 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观音突然出现在夜玄身旁 观音沉声道 我刚得到消息 五维宇宙突然间出现无数音器 这些音器在腐蚀着整个五维宇宙的生态环境 除此之外 我们五维宇宙的灵器不知什么原因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流逝 文言 夜玄抬头看向白弟子 你们在针对五维宇宙 白弟子笑了笑 然后看向慕念念 姑娘 照这个速度下去 五维宇宙的五维节会提前到来 慕念念笑道 我倒真是低估你们了 你们竟然让这首阴间与阳间的道之界离去 如此逆乱阴阳两界 你们这行为与破道者有何区别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任何事情都可以改变 慕念念哈哈一笑 难怪三千大道会崩塌无数 真正原因并非是破道者 而是你们这些身为大道守护者的人 三千大道这首天地间 本身是一件极好的事 但是你们这些大道守护者却迅思滥用 若是大道之灵还在 怕是要被你们硬生生气死 哈哈 白弟子死死盯着慕念念 你竟然知道大道之灵 慕念念突然转头看向夜旋 记住 大道之灵就是三千大道的老大 你若是集其九卷道经 就可以召唤出大道之灵 那个时候 这些大道守护者在你面前都是弟弟 明白吗 一旋点头 我会努力的 远处 白弟子笑道 他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今日 你们姐弟与这片宇宙都会从这世间消失 声音落下 他转头看向星空深处 启动 白弟子声音刚落下 在那遥远的星空深处 在那遥远的星空深处 一点白光突然出现 下一刻 那点白光覆盖住整个星空 紧接着 在那片白光之中突然出现无数诡异符纹 而随着这座巨大的阵法出现 整个五维宇宙的温度突然间暴增 不仅如此 整个五维宇宙的灵气更是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逝 这种消逝 是可以亲身感受到的 见到这一幕 夜悬脸色顿时变了 天际 暮念念看着那座阵法 他右手缓缓紧握起来 而这时 在那战道之上 突然出现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男子身材高大数十丈 手持一柄情天巨斧 当他出现在这战道之上时 整个天地间突然颤动起来 仿佛承受不住他的力量一般 男子俯视着下方的慕念念 嬰冷一笑 无奈道庭聚灵天神 凡人道足有好生之德 劝你归降 你应立刻跪拜 寇谢天恩 然而 你却吃了雄心抱子胆 竟敢反抗我道庭 你就在这时 慕念念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那聚灵天神神色变得猙獰起来 好胆 竟敢在本天神面前出手 说完 他一斧子砍下 这一砍下 天地直接裂开 这一斧的力量 真的能够毁灭这片天地 而对方的目的也很明显 就是重创这片天地 就在这时 慕念念突然一拳轰在 那炳情天巨斧之上 轰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那炳情天巨斧突然炸裂开来 而慕念念则来到 那聚灵天神面前 他一拳轰在 那聚灵天神脑袋上 砰 巨灵天神脑袋直接炸裂开来 神魂俱灭 慕念念拍了拍手 什么垃圾玩意 还扣血天恩 你跪习惯也就罢了 还想让我也跟你一样跪着 说着 他看向那星空深处的那座阵法 而在那座阵法前 不知何时出现了28位超级强者 慕念念双眼微眯 传说中的28星宿 远处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阁下 即使你有通天实力能够斩杀28星宿 但是 你依旧阻止不了五维杰在今日到来 因为你每一次出手 对这片宇宙而言都是一种消耗 对吗 慕念念沉默 白弟子微微一笑 你看四周 叶璇看了一眼四周 他这一眼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这一刻 五维杰许多许多地方竟然出现了大山崩塌 灵气消亡的情景 最重要的是 还伴随着神秘天雷 五维杰 整个五维宇宙在快速面亡着 一旋脸色沉了下来 就在这时 慕念念突然笑道 我为什么要阻止五维杰到来 文言 白弟子眼瞳骤然一缩 心中生起一股不安 慕念念看了一眼四周 轻声道 我镇压了这么久 其实也到极限了 现在到来跟几年后到来 没有太大的区别 说着 他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 不仅如此 他的脸色更是不知何时已变得苍白 嘴角更是还带着血丝 见到这一幕 白弟子愣了愣 然后大笑起来 他猜对了 毁灭五维宇宙就等于是在毁灭慕念念 因为慕念念的一切都源自于五维宇宙 这时 叶玄突然出现在慕念念身旁 他抓住慕念念的手 就那么紧紧抓着 姐 你休息一下 剩下的我来 慕念念摇头 他们有备而来 你不是他们 叶玄突然怒吼 休息 慕念念看向叶玄 只见叶玄双眼通红 眼中有泪光闪烁 叶玄颤声道 姐 相信我好吗 剩下的我来 我来守护这片宇宙 我能行的 你 你好好休息 看着面前双眼通红的叶玄 慕念念心中莫名易柔 他轻轻擦掉叶玄脸颊上的泪水 柔声一笑 傻子 你不欠这片宇宙什么的 我突然有些后悔 后悔让你来承担这份责任了 你会不会怪我 叶玄连忙摇头 不 帮姐做事 天经地义 慕念念哈哈一笑 然后他指着天经纳站道 笑道 笨蛋 你可知道 今日到庭可是不会罢休的 叶玄双手紧紧握着慕念念的手 我没有把握赢 一点把握都没有 慕念念看着叶玄 那你让我休息 叶玄咧嘴一笑 我只是想 若是我们今日都要死的话 我想要死在你前面 慕念念身体一僵 他手不知不觉紧握住了叶玄的手 而他脸上则强行挤出了一个笑容 为什么 叶玄看着慕念念 咧嘴一笑 如果我先死 我就不会心痛了 而且 我肯定是死在念姐怀里的 对吗 慕念念看着叶玄许久后 他摇头 你真残忍 说着 他轻轻开掉叶玄脸上的泪水 柔声一笑 如果有一天你被欺负了 肯定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不在了 而如果有一天你死了 那也只有一个原因 肯定就是我死了 第1338章震惊的叶之命 胡编 叶玄紧紧拉着慕念念的手 笑道 我们谁也不会死 慕念念笑而不语 五维宇宙 此时的五维宇宙 灵气逐渐崩塌 天灾不断 大地裂开 龙烟县 大海深处 火山爆发 涌出大量的岩浆 岩浆覆盖了海洋 然后蔓延至陆地 天上 天雷闪烁 不断践踏大地 在这片宇宙上 无数人类在绝望地尖叫着 五维节 这既是天灾 也是人祸 胡编 月璇紧紧握着慕念念的手 慕念念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很显然 五维节的出现 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而天际 那白弟子没有再出手 现在的他已经不急 因为越拖下去 对他越有利 这个女人的实力太逆天 他需要借助五维宇宙来削弱慕念念的实力 不然 若是强攻 道庭会损失惨重 还好 这个女人有弱点 胡编 叶璇看着慕念念 笑道 姐 让我先来 你休息一下 慕念念看着叶璇 微微一笑 这笑容显得异常苍白 好 叶璇转身看向那天际深处 沉默片刻后 他突然道 今 五维节制 既是天灾 也是人祸 我叶璇 愿以命守这片宇宙 可有人与我一起 声如雷鸣 缓缓传遍诸天万界 这一刻 整个五维宇宙无数强者 都听到了叶璇的声音 无数人抬头看向声音来源处 湖边 叶璇就那么静静站着 他不确定有多少人会来 因为历来共富贵容易 共患难 即使是夫妻 也是大难临头各自非 更何况现在不仅仅要面对五维节 还要面对道庭这个人祸 会有多少人呢 叶璇也有些茫然 这时 两名女子突然出现在叶璇身旁 安兰秀宇连万里 两女看了一眼叶璇 没有说话 叶璇也没有说话 突然间 一道剑光自天际响彻 下一刻 一名女子出现在天际 来人正是阿罗 阿罗手持长剑 傲然而立 而阿罗刚到 又是一道剑光响彻 紧接着 一名女子出现在天际 阿九 阿九右手持剑 左手持久葫芦 一身的酒气 在阿九身旁 还有一名女子 女子腰间藏刀 正是司徒 天际 那白弟子看了一眼阿罗等人 微微一笑 道也还不错 不过 就这些吗 还有我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天际响彻 紧接着 一名女子出现在天际云端之上 三声 见到三声 白弟子轻声道 道时 三声看了一眼白弟子 道庭都是畜生 白弟子眉头微皱 道时 你曾经也算我道十亿元 你现在 三声通然怒道 我呸 白地老狗 你自己说说 现在的道庭 还是曾经的道庭吗 白弟子摇头 如今的道庭 问题很多 但是 总有一天 道庭会重建世间大道秩序 让世间恢复成以前那样 不 比曾经更好 三声冷笑 就凭你们这帮利欲熏心的人 白弟子摇头一笑 然后看向叶璇 还有吗 叶璇沉默 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他身边那些至亲之人来 而他培养的那些超级强者 现在一个都没见到 叶璇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真的只能共富贵 无法共患难吗 就在这时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突然出现在那遥远的天际 下一刻 一道道残影自天际尽头掠来 叶璇突然睁开双眼看向天际 出现了一百多人 其中 真正顿一镜强者二十六位 其余全部都是顿一镜 五位宇宙顿一镜强者 几乎全部来了 这时 为首的江鱼善笑了笑 没有阿罗姑娘她们快 叶璇笑道 你们可知 我们今日要面临的是什么 江鱼看着叶璇 若不是叶公子 我等一生不可能成为真正顿一 今日五位宇宙有难 叶公子有难 我等自当鼎立相助 一半情意 一半利益 天际 那白弟子看着叶璇 大难临头 还有如此多的人愿意与你一起 难得 叶璇哈哈一笑 寄阵 声音落下 那李老突然出现在一旁 他突然怒吼 出阵 空 刹那间 整个天地剧烈一颤 一个巨大的阵法覆盖住整个天际 而那阵眼则出现在叶璇脚下 叶璇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四周 阵法之中蕴藏的力量宛如河流一般朝着他汇聚而去 这个阵法 可是蕴藏了整个五维宇宙无数强者积蓄的力量 随着叶璇力量越来越强 渐渐的 天地开始剧烈颤动起来 短短时间内 叶璇此刻的气息已经不弱正道境 而叶璇依旧觉得还不够 他直接祭出两种神之之印 空 顺息间 一股强大气息宛如浪潮一般自叶璇体内席卷而出 整个天地在这一刻直接变得虚幻起来 正道境 这一刻 叶璇真正达到了正道境 而再加上这阵法的力量之后 他的实力 前所未有的强大 晶空之中 白弟子看着叶璇 沉默不语 不得不说 此刻的他心中是有些震惊的 在他看来 叶璇的威胁来自以后 慕念念才是目前最大的威胁 但现在看来 叶璇现在就对到挺有威胁 远处 叶璇突然抬头看向那星空深处的阵法 他知道 必须解决这个阵法 不然 五维宇宙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叶璇深吸了一口气 他掌心摊开 天珠剑出现在他手中 他看着星空深处 下一刻 他双手持剑猛的一盏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挥出 一道剑鸣声震荡诸天万剑 与此同时 一缕剑气破空而去 剑气所过 空间寸寸湮灭 而当这缕剑气进入星空之后 整个星空为之失色 这一刻 天地间只有这一剑 而那白地子却是神色平静 在那星空最深处 二十八星宿突然分开 下一刻 一个巨大星宿大阵出现在那座阵法面前 这座阵法便是道庭赫赫有名的星宿四象神阵 曾经只用来对付过道种之地 这座阵法之上 有二十八种星宿寿像 东有 角木椒 抗金龙 低土豪 防日兔 新月湖 为火虎 鸡水豹 北有 斗木蟹 牛金牛 女土福 虚日蜀 微月燕 是火珠 避水雨 西有 鬼木狼 楼金狗 未土至 毛日鸡 碧月屋 资火猴 参水源 南有 锦木岸 鬼金羊 流土章 新日马 张月露 一火蛇 枕水影 而此刻的这星宿神阵 其实并不完全 因为二十八星宿之主 并未出现在这里 也就是东方星宿之主 青龙 北方星宿之主 玄武 西方星宿之主 白虎 南方星宿之主 朱雀 若是四位星宿之主 在的话 此阵之危 可轻易覆灭 十几位遇到竞强者 而即使如此 此刻这阵法的威力 也是非常恐怖的 这时 叶玄 那今天一剑斩制 这一剑 直接斩在 星宿神阵之上 空 刹那间 一片剑光 突然自星空深处 爆发开来 剑光散去 那星宿神阵 依旧存在 星宿神阵之后的 那座阵法 毫发未损 下方 叶玄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这一剑无功 不仅叶玄 下方无数 五维宇宙强者脸色 都很难看 刚才叶玄 这一剑的威力 足以毁天灭地啊 然而 这恐怖的一剑 却被那大阵 给挡了下来 下方 叶玄 深吸了一口气 再来 声音落下 他再次吸收了 五维大阵之中的力量 这一次 他直接将大阵之中的力量 吸收了各干前进进 空 叶玄身体之中 蕴藏的力量 前所未有的强大 叶玄看着 那星空深处的星宿大阵 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他突然纵身一跃 这一跃 直接跃至星空深处 然后他一剑 朝着那星宿神阵斩去 这一剑 用尽了他全部力量 一剑斩下 星空聚颤 空 在那星空深处 一道惊天诈响声突然响彻 紧接着 一片剑光自星空深处爆发开来 宛如烟花一般 极为璀璨 而这时 一道人影自星空坠落 正是叶玄 在一次失败 停下来后 叶玄嘴角一出一抹鲜血 他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看向星空深处那坐阵法 右手紧紧握着剑 他体内血液在颤动 天际 白弟子俯视着叶玄 此阵由二十八位正道 静强者组建而成 别说你 就算是来五位遇到静强者 也奈何不得此阵 叶玄凝声道 我还想试试 说完 他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冲天而起 剑名声震荡诸天万界 白弟子没有管叶玄 他看了一眼下方四周 眼中有着一丝疑惑之色 按道理来说 五位结应该已经彻底爆发才是 但是现在的五位宇宙 虽有天灾 然而却未彻底爆发开来 怎么回事 白弟子心中有着一丝疑惑 下方 叶之命不知何时出现在了 慕念念的身旁 此刻的慕念念看起来很虚弱 他的脸色依旧苍白如指 情况不是特别好 叶之命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看向慕念念 慕念念轻笑道 看到了什么 叶之命死死盯着慕念念 是不是你 慕念念微微一笑 笑容苍白 什么是我 叶之命突然走到慕念念面前 他一把拉住慕念念的手 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片刻后 他双眼猛的睁开 整个人连连暴退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惊恐万分 我的天 不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 第1339章三成 叶之命不知看到了什么 整个人犹如失了魂一般 口中不断念叨着 不可能 而慕念念则是笑了笑 什么也没有说 他抬头看向天际还在出手的叶玄 不知在想什么 就在此时 天际的叶玄突然掌心摊开 介于他出现在他手中 下一刻 他怒吼 道则归位 空 九种道则之力突然间汇聚叶玄身体之中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力量直接笼罩住那星宿神阵 叶玄突然怒吼 球 声音落下 一个雪红色的球刺突然漂浮在那星宿神阵之上 空 刹那间 一片雪光直接笼罩住整个星宿神阵 与此同时 叶玄的三种玉也是同时出现 三种玉加介玉塔镇压 这一瞬间 那星宿神阵竟然被镇压住了 见到这一幕 远处的白地紫眉头微皱 五方接地 他声音落下 五名超级强者突然出现在那战道之上 五人皆是正道境巅峰 五人刚一出现 便是直接朝着叶玄冲了过去 而这时 下方的阿罗与阿九以及司徒还有安兰秀 突然消失在原地 四人直接挡在了那五方接地的面前 双方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大战起来 虽然阿罗四人境界比五方接地弱 而且还少一个人 但是 四女队上这五方接地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下方 三生原本也想要出手 但却被观音拦住 他看着三生 三生 我们需要你帮我们阻挡阴间这些阴气 不仅仅是星空深处的那座阵法在毁灭五维宇宙 还有阴间的那些阴气与死气 那些阴气与死气 即使是阴灵族也难以抵挡 应该说 只有阴灵族能够稍微抵挡一下 而现在 整个阴灵族都在抵挡阴间的阴气与死气 但是远远不够 除此之外 还有阴间强者没有出手 所以 三生必须得留下来对抗阴间 就在这时 星空深处突然传来一道剑鸣声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夜悬一剑 展在了那座星宿神阵之上 空 晶空之中 一道剑光再次爆发开来 那座巨大的星宿神阵剧烈一颤 夜悬再次被震退 但是 那阵法却出现了裂纹 不仅如此 那些星宿兽像更是变得有些虚幻 有用 见到这一幕 夜悬心中一喜 他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 一柄长脊突然破空而来 夜悬下意识一剑斩下 空 那柄长脊被斩退 而夜悬本人却是退了足足数十丈之远 在他面前不远处 正是那神将玄庸 又是这个人 夜悬脸色沉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夜悬身后响起 嘿 还记得我吗 文言 夜悬微微一愣 他猛地转身 在他面前 站着一名女子 简自在 夜悬有些兴奋 简姐 你怎么来了 简自在哈哈一笑 知道你有难 所以就来了 文言 夜悬心中躺过一丝暖流 这时 简自在指着远处的那悬庸 这个人我来 夜悬沉声道 简姐小心些 简自在哈哈一笑 安心 说完 他直接消失在原地 远处 那悬庸眉头微皱 一挤戳出 一挤之下 空间阵列 然而 那简自在却是用拳头硬生生接住了这一挤 一拳之威 丝毫不弱这一挤 见到这一幕 夜悬放下心来 他转身看向那星宿神阵 下一刻 他再一次冲了过去 他必须破掉这两座阵法 不然 五维宇宙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面解情况也会越来越不妙 见到夜悬再次冲来 那星宿神阵突然颤动起来 下一刻 二十八种寿相突然咆哮 二十八种强大力量席卷而出 远处 夜悬眼瞳骤然一缩 他猛的一箭斩下 空 一箭斩下 夜悬瞬间暴退数百丈之远 但是很快 夜悬又冲了出去 天际 白弟子没有管夜悬 夜悬虽然强 但是 二十八星宿可是二十八人 而且 还有阵法加持 夜悬再拟天 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斩杀二十八星宿 白弟子目光一直在目念念身上 他最忌惮的 还是这个女人 而此时的目念念似乎没有出手的迹象 而且 目念念虽然看起来脸色苍白 但却很平静 一直都很平静 他凭什么如此平静 白弟子突然看向右边 阴间之主 这时 阴间之主出现在白弟子身旁 阴间之主看了一眼下方的目念念 眼眸深处有着一丝忌惮 白弟子诞生到 可以加快速度 阴间之主沉默 白弟子笑道 放心 若是木姑娘出手 我道庭自有人牵制他 阴间之主沉默片刻后 然后转头看去 开 声音落下 在那星空的另一边 那里的空间突然裂开 紧接着 无数雪红色的水 突然自那裂开的空间之中涌出 网川河水 当这网川河水进入这片世界时 这片天地间的灵气竟然开始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消逝 见到这一幕 下方无数五维宇宙强者的脸色顿时变了 除此之外 无数阴灵恶魂突然涌入阳间 这些阴灵恶魂在涌入阳间之后 开始疯狂吞噬阳间的阳气与生气 一时间 阴阳腻乱 乾坤颠倒 下方 木念念很平静地看着这一切 片刻后他突然看向叶之命笑道 你看这个世界多乱 叶之命看着木念念双手紧握没有说话 这时木念念突然消失在原地天际 叶玄停了下来 他转身 木念念刚好出现在他面前 看着脸色苍白如指的木念念 叶玄很心疼 他紧紧抓着木念念的手 木念念看了一眼四周 青生道三千大道 现在已经变质了 至少很多都已经变质了 这已经违背了当初大道之灵的意愿 如今这世道 人不人 神不神 鬼不鬼 夜玄沉默 大道 曾经 大道法则就是天地间的秩序 但是现在 这大道法则已经被人利用 错的不是大道 而是这些大道守护者 远处 白弟子看着木念念 按道理来说 五维节应该彻底爆发才是 但是并没有 是因为你的缘故 木念念笑道 你猜 白弟子摇头 姑娘 不得不说 你很让我吃惊 但是现在 该结束了 说着 他看向夜玄 我们调查之中 你后台似乎很多 但是 若是要比人多 比人强 你岂是我道庭的对手 争音落下 在那战道之上 一名身着道袍 手持浮沉的老者突然出现 神君 当这神君出现之后 夜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神君出现之后 他目光直接落在了 木念念的身上 很显然 白弟子是要逼木念念出手 因为只要木念念出手 这片宇宙就会加速毁灭 而这片宇宙加速毁灭 木念念的实力就会越来越弱 白弟子的目的很简单 他要用最小的代价 斩杀木念念与夜玄 因为道庭还有道种之地 这个敌人 不能在这片五维宇宙牺牲太多 木念念身旁 夜玄突然拿出了一个盒子 这是从建宗得来的盒子 夜玄正要打开盒子 木念念突然摇头 夜玄看向木念念 木念念笑道 没有用的 夜玄有些不解 为什么 木念念笑道 里面的小家伙不擅长打架 夜玄审声道 他可以叫人 木念念摇头一笑 没有用的 能够改变这一切的人 都离这里很远很远 而且 让五维节提前到来 这是我的选择 夜玄满脸惊恶 喂 为什么 木念念轻声道 因为该来的总要来 我之所以压制五维节 其实是在等 等一个能够善后的人 说着 他看向夜玄 微微一笑 我等到了你 夜玄审声道 念姐 这五维节不能一直压制吗 木念念摇头一笑 不能的 而且 我压得越久 他反弹的就越大 如果我继续压下去 以后这个反弹是非常恐怖的 甚至是这片宇宙不能承受的 说着 他转头看向那片宇宙 轻声道 其实 这片宇宙早已经千疮百孔 是我不忍 强行给他续命 但是我知道 想要彻底保全这片宇宙 只有毁灭掉这片宇宙的生灵 但是 这片宇宙上面的生灵 也是这片宇宙本身的一部分啊 而且 毁灭了这些生灵 以后还会有新的生灵 毁灭 依旧不能治本 唯一的办法 就是这片宇宙的生灵 善待这片宇宙 与这片宇宙共存 远处 那白弟子突然笑道 姑娘的这个想法 怕是永远不会实现了 慕念念哈哈一笑 他看向那神君 遇到近巅峰 半步达到了那个层次 看来 道庭还是有点看重我的 神君看着慕念念 请赐教 声音落下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而就在这时 慕念念摇头一笑 他右手轻轻探出 然后一直点出 空 瞬息间 一道人影自空中连连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万丈 不仅如此 那神君肉身竟然直接没了 见到这一幕 白弟子脸色顿时变了 夜悬也是猛了 虽然一拳毁灭了神君肉身 但是 慕念念确实连续咳嗽了好几声 而且 还咳出了鲜血 最重要的是 整个天地变得有些虚幻了 那五维杰似乎又加快了 很显然 他每一次出手 对这片宇宙而言都是一种灾难 慕念念看了一眼下方 摇头 现在可不能全面爆发 得给小家伙你留点时间 说完 他左手轻轻压 刹那间 五维宇宙逐渐变得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 那白弟子似是发现什么 眼瞳骤然一缩 他说你你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 镇压这片五维宇宙 慕念念看了一眼白弟子 笑道你才发现吗 白弟子颤声道你用了几成力量 在镇压五维宇宙 慕念念嘴角威仙 你猜啊 这一刻 场中所有人都猛了 慕念念在用自己的力量 镇压五维宇宙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现在的他 根本不是巅峰状态 夜旋颤声道 念姐 你用了多少力量 在镇压整个五维宇宙 七成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夜之命突然开口 他死死盯着慕念念 这无数年来 他一直在用自己七成的力量 镇压这片五维宇宙 他现在的实力 只有巅峰状态的三成 甚至三成不到 夜之命的声音在颤抖 场中所有人猛了 也包括夜旋 不到巅峰时期的三成 就已如此恐怖 若是念姐收回那七成力量 那得恐怖到什么程度 天际 那白弟子此刻也是有些猛了 三成 天了 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只用了 三成的力量 就秒杀了一位神君 三成啊 这怎么可能 白弟子身居道挺要直 这一生什么强者没见过 但是此刻 他有点慌了 真的慌了 那阴间之主此刻 眼中已经不是忌惮 而是畏惧 真正的畏惧 这人间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强者 三成的力量啊 远处 夜之命看着慕念念 难怪你说什么药都无法救你的伤 你的伤根本不是别人造成的 而是你自己造成的 不对 你根本没有受伤 你是在用自己的命来给这片五维宇宙续命 慕念念微微一笑 笑容还是有些苍白 真是个聪明的丫头 夜之命盯着慕念念 只要你放弃五维宇宙 你不仅会恢复正常 还能够无敌世间 慕念念摇头一笑 伤会恢复 但是 这片宇宙会轻刻间崩碎 至于无敌世间 那三件离开这片世间后 我确实无敌哈 恩 不行 有点嚣张了 得低调一点 众人 夜之命看着慕念念 你不放弃五维宇宙 你会死的 慕念念笑了笑 然后看向夜璇 我为你做最后一件事 说完 他拉着夜璇的手 出现在那战道之上 夜璇颤声道 念姐 你要做什么 慕念念嘴角微先 去道庭 夜璇 远处 那白弟子颤声道 狂妄 女人 你只有三成的实力 你敢 你 战道上 慕念念头也不回 大笑道 三成又如何 三成 我慕念念一样 无敌人世间 第1340章类了 无敌人世间 这句话就那么飘荡在天地间 没有人认为慕念念在说大话 三成实力可展神君 这份实力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若是慕念念愿意放弃五维宇宙 巅峰状态的他得恐怖 无法想象 即使是白弟子这位道庭心君 也想象不到 就在这时 站道上的叶玄突然停了下来 慕念念看向叶玄 叶玄咧嘴一笑 颤声道 念姐 我们放过道庭吧 慕念念微微一笑 我不会死的 叶玄摇头 他紧紧拉着慕念念的手 你知道的 我修过佛 佛家慈悲 我 我们放过道庭吧 慕念念揉声一笑 你怕我死 叶玄点头 慕念念笑道 除了你家亲儿 没有人能够杀得死我 叶玄看向慕念念 态度坚决 不去道庭 慕念念微微一笑 真的没事的 叶玄摇头 颤声道 念姐 我也会忽悠人 你别忽悠我了 慕念念沉默 叶玄看着慕念念 正要说话 慕念念突然道 道庭不会放过你的 叶玄道 我知道 但是 我们今天不去道庭 慕念念看着叶玄片刻后 笑道 我向你保证 我肯定不会死的 念姐从未对人保证过 这次对你保证 叶玄正要说话 慕念念笑道 道庭 必须去 不光是为你 也算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一直想真正打一场 可惜 你家亲儿太强 跟他打 我怕被打死 所以 只能去道庭了 再者 若是不能活着回来 我带你去做什么 难道带着你一起去送死吗 笨蛋 一悬犹豫了下 然后道 真的 慕念念点头 我向你保证 我们肯定会活着回来 说着 他似是想到什么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阴间之主 后者脸色大变 刚要退 慕念念一直点出 空 阴间之主所在的那片空间直接炸裂开来 而那阴间之主更是直接被秒杀 慕念念抬头看向面前那条战道 笑道 走吧 去道挺丑丑 说完 他拉着叶玄朝着那条战道尽头走去 路上 慕念念不断打量着四周 脸上充满了笑意 虽然这笑很苍白 很快 慕念念带着叶玄消失在那战道的尽头 场中 那白弟子突然带着二十八星宿消失不见 不知何时 慕念念与叶玄出现在一座巨大的天门前 道庭天门 此门长宽百丈 是道庭的正门 慕念念与叶玄刚一出现在座正门前 四名手将突然出现在慕念念的面前 其中围守守将突然怒吓 何人竟敢擅闯天门 就在这时 慕念念突然消失在原地 诗 一缕见光自场中一闪而过 场中 刺客血淋淋的头颅直接飞了出去 鲜血剑射 直接秒杀 慕念念转头看向叶玄 俏皮一笑 厉害不 叶玄竖起大拇指 念解无敌 慕念念哈哈一笑 然后指着那天门 这就是道庭天门 而这道门之后 就是传说中的三十六重天 这三十六重天 越往上 先天灵气浓度就越高 离星河越近 星辰精华也就越浓郁 可以说 世间很少有地方的灵气能够比得上这道庭的 一玄正要说话 这时 那白弟子突然出现在慕念念的面前 而在他身后 还有四人 道庭四大守门神将 这四人 可不是什么正道境 四人全部都是遇到境巅峰 慕念念轻笑了笑 就他们四个吗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姑娘 我们无意冒犯五为宇宙 你为了一个人类与我道庭为敌 值得吗 值得吗 慕念念摇头一笑 你要明白一点 是你们一直要与我们姐弟为敌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若是他愿意交出道经 我们道庭可不杀他 从此以后 我道庭与五为宇宙井水不犯河水 慕念念突然转头看着夜玄 记住 永远不要相信敌人 夜玄审声道 我懂 相信敌人的话 那得多智障啊 慕念念看向白弟子 笑道 他交出道经 暂时保命 但是 你道庭依旧会想办法杀他 对吗 白弟子沉默 其实 道庭与夜玄还有慕念念 根本不可能善了 不管是慕念念还是夜玄 道庭都不会放过的 对于有威胁的人 定是要斩草除根的 如果当年道庭做的决议点 也就不会出现到种之地 不斩草除根 日后夜玄与慕念念必是大祸 慕念念突然看向那四大守门神将 四大守门神将正要出手 白弟子突然道 退下 四大天王没有丝毫犹豫 退到了一旁 白弟子看着慕念念 姑娘此行的目的不会真的想要灭我道庭吧 慕念念笑道 你说呢 白弟子沉默片刻后 然后攻进地退到了一旁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慕念念的面前 此人 便是道庭的现任道祖 道庭最强者 道庭没有蠢到让一般强者来对付慕念念 为什么 因为那么做就是来送死的 这慕念念连神君都秒杀了 派别的人来 就只是来送死 让道庭损失更大 所以 白弟子回到道庭后 直接通知了道祖 慕念念 只得道庭最强者道祖现身 也只有道祖亲自动手 才能够让道庭不再损失强者 不然 害谁来怕事都没有用 这个女人 真的太强了 道序出现之后 他看向慕念念 笑道 你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覆灭道庭 而是来找我的 慕念念笑道 为何这么说 道序指着一旁的夜悬 此人虽身具恶难之音 但命格极硬 整个道庭 能够有时程把握破他命格之人 就是我 所以 你的目标是我 慕念念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夜悬看向慕念念 慕念念笑道 不愧是道序 一眼看出了问题的所在 道序看着慕念念 三成十例 可展神君 你让我很意外 可是 你无法杀我 所以 我猜测 你是想重伤我 慕念念笑道 你觉得我做得到吗 道序看了一眼下方 然后道 你若肯放弃五维宇宙 让自己处于一个巅峰状态 我记你三分 你现在的状态 说着 他摇头 你做不到 慕念念哈哈一笑 试试 道序点头 那就试试 慕念念掌心摊开 一柄剑出现在他手中 下一刻 他突然出剑了 这一剑就那么刺向道序 很平静的一剑 即使是叶玄这位是尖顶级剑修 也看不出这一剑有何特殊之处 而在慕念念对面 道序双眼微眯 眼眸内 有一丝凝重 在剑来到他面前时 他突然病止一点 这一点直接点在剑肩之上 没有任何力量波动 一切都很平静 而渐渐的 道序身体开始变得虚幻起来 见到这一幕 不远处的白弟子脸色大变 就在此时 慕念念突然收回了剑 他脸上 泛起了一抹笑容 道序看着慕念念 身体越来越虚幻 这时 慕念念突然消失在原地 他提着剑直接杀了过去 白弟子脸色大变 他看向道序 道序轻声道 让他杀 不一会 慕念念直接杀到了33重天 这33重天内的所有镇守天将 全部被斩杀 而在第34重天入口处 慕念念突然停了下来 他看着那入口许久许久后 然后转身离去 天门前 慕念念拉着夜玄的手 笑道 我们走 夜玄有些猛 这就结束了 这时 那道序突然道 你中伤了我 即使我不出手 我道庭依旧有人能够杀他 所以 你的后招呢 慕念念笑道 你很快就知道了 说完 他拉着夜玄消失在南天门 而这时 一名天将突然出现在道序面前 天将单膝跪地 道序 道庄之地大军来犯 带兵之人 是罗吼 文言 道序双眼微眯 轻声道 这就是你的后招 白弟子 审声道 道庄 此语不出 我道庭日后 道庄突然道 他已经死了 白弟子豁然抬头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南天门下 慕念念与夜玄慢慢走着 夜玄看了一眼慕念念 从表面来看 慕念念一点事情也没有 但不知为何 夜玄心中有着一股不安 慕念念突然笑道 道庄被我打残了 短时间内 他必须要疗伤 因为他不敢不疗伤 面对道庄之地那位 他不敢让自己处于受伤状态 而刚才 我图了33重天的所有强者 这是我答应别人的 作为回报 道庄之地出兵 这个时候 道庭不会再来管你 因为道庄之地威胁会更大 简单来说 你现在有至少半年的时间 说着 他看向夜玄 笑道 记住 道庄之地虽然与道庭是死对头 但是 他们依然不可信 破道者比道庭更想要得到道经 因为 完整的道经可以克制道庭 所以 道庄之地呢 能不与他们合作 尽量就别与他们合作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比道庭更可怕 即使与他们合作 也要留一万个心眼 夜玄正要说话 慕念念笑道 让我说完 你只有半年的时间 可能连半年的时间都没有 而这半年 你要想办法达到正道境 必须达到正道境 当然 即使达到正道境 你也无法以个人之力 对抗道种之地与道庭 所以 你必须要寻找道经 找其所有道经 幻醒大道之灵 让大道之灵辅助你 记住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让那大道之灵辅助你 说到这 他咳嗽了一下 然后继续又道 三千大道 并非所有大道守护者都是坏的 也有许多是好的 你可以结交那些好的大道守护者 或者 你想办法多获得一些神奇之印 你现在已经是五维宇宙之主 只要你让五维宇宙生灵真心臣服你 他们就可以信仰你 遵循你的大道法则 如此一来 你的实力就会得到增强 而你神奇之印越多 实力也就越强 叶玄正要说话 目念念又道 很久很久前 天地混乱 天清西北 地陷东南 大道不见全 一位强者利用五彩神识补全天地 而三生就是其中一块 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有多可怕 而这丫头心性不坏 对你也信任 你可以修炼他的三生诀 此诀确实仅次到精心法 你修炼三生诀后 可获得三生之力 这股力量 可融合你的剑道 让你的剑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因为三生诀 本身就是一种大道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还有叶之命 他来自大渊 大渊是一批罪名 上古神时代的罪名 而他们也想要道经 因为道经可以洗去他们的罪法 让他们得以脱困 叶之命跟着你 目的就是这个 这丫头 我观察过 他对你有点复杂 而你对他 必须要有所防备 因为他未来很可能会选择亲人而放弃你 当然 也有可能为了你放弃族人 总之 你要有防备之心 默要着道 叶玄刚要说话 慕念念又道 阴间之主已经被我灭 现在的阴间 群龙无首 你可以接手阴间 统治那些阴魂 但是 你要小心 阴间十八层地狱之中 有一位破道者 此人实力极强 我本想杀了他 为你解决一个隐患 但此人也是一个可怜人 而且 也未曾对你有过恶念 所以我留他一命 说着 他看向叶玄 微微一笑 记住 以后万事定要三思而行 多想一些 多谨慎一些是没有错的 特别是现在 你一定要学会藏桌 现在的你 还没有到那些势力不惜一切代价杀你的地步 但是 如果你再锋芒一些 他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你了 叶玄颤声道 念姐 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沐念念微微一笑 因为我 我已经死了 说完 他突然贪软了下去 叶玄脸色大变 他连忙抱住 沐念念 颤声道 念姐 你好好的 你胡说什么 沐念念伸手轻轻开掉叶玄脸颊上的泪水 不要自责 不要悲伤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守护了五维宇宙无数年 早已经身心疲惫 能够在最后时光遇到你 已经很满足了 只是 接下来的路 你真的要一个人走了 还有 我死之后 你把带回五维宇宙 然后将我肉身葬在五维宇宙星空之中 我灵魂会散于天地间 我生于五维宇宙 死 自然也要死在五维宇宙 还有还有 十字清明 可要记得给我捎几条烤鱼 不 叶玄死死抱住沐念念 气不成声 沐念念左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叶玄脸颊 有些心疼 之前 我一点也不怕死 因为很早很早前 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个归宿 但是现在 我有点怕死了 因为我怕我死后 没有人在保护你了 可是念解真的很累 念解想好好休息一下 声音落下 他气息已经接近五 最后 沐念念转头看了一眼下方 那片他守护了无数年的五维宇宙 他嘴角微微掀起 这是他最后一笑 也是他最后一眼 现在 终于可以休息了